先來看看好了 破底股到底有沒有機會破底翻 我剛剛舉了這樣個股像台達店 其實這是一家基歐的公司 可是為什麼股價已經從 這波反彈到月薪以來 連續五根黑棒下來了 今天表現相對弱勢 甚至包括現在很多的 股民也在期待 到底 宏達店會不會實施庫藏股 能不能破底翻 這大家也在看 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到 這個吳東進繼續的 還是對這個股東們道歉 因為連他們都還套在 宏達店裡面 破底翻的個股 幫大家看一看 OK好 其實我們先講台達店 跟宏達店好了 這兩個達店 他們為什麼會一直在破底呢 其實以台達店來講的話 當然大家都知道 它是個老牌的基歐股 可是你如果從月線 去看這檔股票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已經漲了 在之前已經漲了三年了 那漲了三年之後 當然在這裡 說實在的話 它的本益比 已經開始有點偏高了 而且在長期的漲幅 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至少它也要做個 中期的回檔整理 所以它現在的 從技術面上來看 一個很大的一個M頭 已經成型了 所以這檔股票呢 雖然我們不排除 它在短線上 又會有一個這個 技術性的反彈 可是呢 以中長期來講的話 我們會比較建議 稍微的避開一下 那至於說2498的這個 宏達店來講的話呢 我們講句實在話了 它體質如果沒有真的 做一個徹底的改變的話 你就算呢 把所有的身家性命 都拿去買這個故障股 也是沒有什麼用的 除非把所有的股票 通通買回來 那才有止跌的效果 星光姐已經賠掉兩棟摩天大樓了 現在還沒賣完 對 可是說實在話 我也覺得很奇怪啦 你一個法人機構 怎麼會一直買這檔股票 是 我不好意思講太多了 好 那至於說呢 其他的破底翻的股票 其實今天有一檔股票呢 應該說這幾天有一檔股票呢 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是3176的基亞 那基亞這檔股票呢 它在這個已經呢 在今年 它就已經跌了五成之後呢 尤其在過去這三個 兩個半月呢 它真的跌翻天了 那可是呢 它你看到沒有 它連續呢 又大漲了三支平板 連續漲了三支平板 就是三成 那當然這檔股票呢 我相信呢 現在敢去買它的人也不多 那所以呢 這檔股票 我們只能當作一個示範動作的股票 來看而已 那這檔股票呢 你看這個3176基亞一反彈之後呢 那其實呢 很多的這個生計股呢 也跟著一起反彈 像今天呢 4130的建亞也反彈起來了 那另外呢 我比較會注意的是一個1795的美食 為什麼會注意美食這檔股票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邊呢 已經做出了一個這個WD的形態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大多數的新藥股 大多數的醫藥股呢 他們的這個營收盈 實在是都很難看 不過呢 美食呢 它今年以來呢 它的這個營收呢 卻是一直在成長 它一到五月的這個營收的年徵率 已經高達843%了 所以這檔股票是還 還有一點點的意思 可以注意一下的 那當然在電子股方面呢 也有幾檔股票呢 也是在做一個破底翻的走勢 那像呢 像這個3051的這個利特 那利特來講的話 它之前呢 已經做了一個很大 用了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 做一個很大的M頭 在這裡反彈呢 說實在的話 因為它的這個基本面呢 還算是有進步 那可是呢 從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我們暫時呢 也只能把它當作個 跌升後的技術性的反彈而已 那當然另外呢 還有今天已經反彈到 4916的士金科啦 還有801的台通 都出現反彈的走勢 可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一些的個股呢 他們之所以出現反彈 究竟是因為它的基本面好轉了 還是呢 只是一個跌升之後的 技術性反彈 也就是大家講的 這個跌升就是最大利多 可是我要再跟大家強調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跌升是最大利多沒有錯 可是它不可以是唯一的利多 所以呢 也就是講說 這些個股 跌升破底翻的股票 它能不能夠真的翻身成功呢 各位投資朋友 你還是要去注意它的基本面 如果它的基本面呢 還是跟以前一樣的 就一條死魚的話 那麼投資朋友 你要去搶這種股票的反彈嗎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會三思而後行的